不过现在呢发生了当然还是救灾 还是这个进度最重要 目前高宫局说进度已经超前了 预计今天就可以抢挖一条变道 到达这崩塌的中心点 不过也有人质疑在军方部分 因为这两天汉光演习会不会影响到救灾 不过国防部长高华柱来到现场了 他说要多少兵就有多少兵 向请问连线给记者朱涵宇 好的 七十二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呢 正在一分一秒的倒数当中 那么刚刚国防部长高华柱呢 也特地亲自来到现场进行勘验抢救动作 不过刚刚媒体记者有特别问到高华柱说 今天其实是汉光演习 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到这边的抢救人力呢 刚刚高华柱特别挂保证 他强调今天要多少兵力 他绝对全力支持 我们看一下现场访问 要来的车辆 也是要配合我们所有的人力 能够轮班此次 我想尤其是有 怀疑罹难者的家属 他们非常的焦急 我们要配合这个高工局 我们把所有的兵力 拓展这个工作面 来加速打通这条路好不好 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啊 第四步 这边还有配合我们住战区 好的特务后面镜头可以听到呢 高华柱表示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抢救工作呢 都还是超前进度当中 进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顺畅 那么他刚刚也特别强调呢 虽然今天刚好是遇到汉光演习 但是如果这边抢救工作高工处 需要任何的兵力 他绝对都是全力支援 那么稍待一会儿呢 如果还有需要 他将会在从汉光演习那边呢 再调来一个营的兵力 那么也就是大约200位国军弟兄 将会在进驻在抢灾现场 那么其实现在透过画面镜头 可以看到呢 所有的抢救工作 都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哦 高华柱强调 今天的抢救工作 其实就是秉持着一个主旨 就是人可以休息 机器24小时不能停 希望把受困在土石底下 两位受困民众呢 其实赶快抢救出来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好来看到这事呢 国防部长高华柱 他说有多少兵 希望就会出多少兵 并不会受到汉光演习的影响 不过这听爱家属的耳里 应该是非常开心